歡迎收看今天金錢到 完美的第一季結束之後 今天又是一個完美的第二季的開始 今年的這一季 當然會有更多的標股 我們在節目當中 已經跟各位說過了 其實2021年跟2020年 有很大的不同 2020年基本上是一個指數年 指數年的話就漲一些大型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 有非常多的素人股神 跟你喊台積電的 喊年電的 喊華邦電的 喊... 就等於是國民概念股的這些股票 那麼這些股票在基期很低的情況下 我們說8000多點 它可以翻倍 可是到了2021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漲了8000點 這一些所謂的國民概念股 它基本上基期都不低 如果你在今年的業績沒有跟上來 會遇到一個狀況 因為去年的漲幅是一個超預期 什麼叫超預期呢 它領先了一個年度 去反映你明年包括漲價也好 包括代工漲價也好 其他的這個業績的預期 所以當財報出來以後 我們大家會來檢驗 你去年漲了有沒有道理 因此你會看到今年來講 很多這些所謂的大型股 它是不動的 所以我們在節目裡一開始 尤其今年的 2021年的元旦 就跟各位說過 今年完全是標股了天下 因為指數不動 它空間不大 有人說你要像去年一樣 8000喊1萬 1萬喊1萬2 1萬喊1萬24 1萬4也喊1萬6 沒有意義 今年反而是要講什麼呢 這張股票會漲幾根漲停 也就是說今年的中小型股 會非常非常的飆傲 尤其是那種去年沒有漲過 那更是非常的強 那今天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最近的節目 有非常多的新觀眾 今天是有朋友介紹他 來看我們的頻道跟節目 振華在這裡非常歡迎各位 也歡迎各位第一個 我們把節目下方的Light 掃碼進來 來到我們的家族當中 如果你不方便掃碼 你可以打字 小老鼠 G-O-L-D-M-O-N-E-Y-E-6-8 一個字都不能錯 小老鼠 G-O-L-D-M-O-N-E-Y-E-6-8 金錢到168 好 進來我們的家族當中 有什麼好處呢 很多人不願意加入Light 當然很簡單 你也加入很多的 投顧老師Light 裡面多半是一些 所謂的商業行為 不斷的促銷 再不然就會自吹自雷 當然我們的節目 是不會這樣 我們的頻道是在 跟各位分享 操作股票的方式 我們做一個教學相長 我們在這邊互相砥律 我們在這邊一起奮鬥 所有我們的群友當中 有帮我们在推广这个节目的 我都谢谢各位 最近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小队长 那么他们从过去 操作股票不怎么会做 到最后进行越来越厉害 甚至有一个人 已经有20年股票经验 他竟然告诉我 这两个月之内他要脱胎换股 我就跟他讲说 刘大哥20年 两年 两个月 这都不算什么 我还听过怎么样 我还听过有一个黄妈妈 她跟我说什么 才两个礼拜 她整个人脱胎换股 因为他儿子介绍他来看的 他以前都骂他儿子 他儿子跟他就说 妈 这个老师跟人家不一样 扫码进来以后 越看越夸张 因为他以前都只会做一些什么 国具 台积电 来到我们的家族当中 我们教他怎么样抓涨停 股票一档一档接着喷 好 所以家族的好处 当然在哪里 你今天第一天扫码进来 我们就从节目上 来跟各位做分享 我们在盘中会有类似 这样子的格局 我们就是在 回顾过去 我们在 这个节目当中 帮各位分析的股票 还有在Lite当中 去帮你掌握到 未来即将转强的股票 之外 我们还会每天的 这个股票的连结 要不然我跟各位讲 你试试看 反正今天很多新观众 对不对 你们都是听你们朋友介绍来的 很好 帮我们推广是做好事 你想想看我们这种Lite 里面是有涨停的 股票买的是会涨停的 你这个等于是帮助大家做好事 所以一个人帮我推广四个 让我们的Lite人数暴增 我们就可以要到更多的资源 好 那继续我们来看 指数创新高 但大型股不动 对吧 这代表增量资金是来标股而来 什么叫增量资金 什么叫增量资金 传统的分析只告诉你量够不够 但我们相对论金钱道的量 还分成两块 一个叫做增量资金 一个叫做存量资金的博弈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 所谓存量资金博弈是指 原来的主流它震荡转作 资金跑去买另外一个 叫做高低位切换 比方说IC设计涨到一半 涨了很多很多很多 突然出现高涨大震荡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盘面的另外一个角落 有一群族群转强 这叫高低位切换 钱在跑 但今天是不是 今天这种状况就不是 这叫做什么增量资金 有一笔新的钱为了股票而来 而原来的主流 我昨天跟各位预告的 IC设计当中谁最重要 龙魂金利科 我说他今天只要一攻涨停 所有的股票再来一轮 今天我们说错 没错 原主流完全没有转弱 而且还要更强的情况之下 我之前跟各位说过 如果你三月营收 再拿下一个历史新高的话 一二三加起来大家自己会算 你都不用去管我财报了 对不对 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中继整理到尾段 金利科再创一个新高 他把整个笔价空间拉出来 今天会涨到很多低价的IC设计 好 我让我们再继续 原来的主流既然没有转弱 有没有新的主流转强 有啊 拜登昨天有讲话 再加上比特币快要供6万了 然后呢 这个 笔电要涨价 加上贵买中心 下个礼拜要办业绩说明会 单单就几个题材而言 你就可以发现到 下个礼拜有更多的股票 可以有机会去抓涨停了 好 那我们继续看 指数 挑战前高 但大型股没动 大型股没有什么动 台电虽然说今天有反攻 可是我们来看到 它事实上涨的这两% 大概都还在600到610中间上下 前波的这个短线在这里 620 那么台电的短线在这里 有机会垫住指数 不要拉下来 那么指数在这里不创高的情况下 最好我们说过是时间拉长 时间拉长 你拉得越长越多涨停 越多股票可以拉涨停 你如果说一次就涨了两三百点 一下就把一千点财报出来 因为主委昨天就是这样讲的 要看财报 会不会不好看 对不对 假如你前三个月 历史新高的营收 你说能够多不好看 这个应该也不用讲 大家都会算数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经理科果然如我们所预告的 今天职工掌停 今天我们有一位小姐 她打来问我一句话 当然我说这位神秘的小姐 就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她应该是不简单的人物 她披头就跟我说 蔡老师我昨天看你的节目 你昨天有预告经理科 我今天看她涨了四十几块 我会听有意思 因为她很少有人这样子跟我谈 她说今天涨了四十几块 实际上是五十一块 她的意思应该是说 一张可以赚五万块 对不对 我大概心里就有底了 我认为这位小姐手上 至少有一到两千万 她才会用这个方式来跟我讲 因为她对股票的内涵 产业上也许不是很熟 但是我跟她聊的意思 她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讲 她如果买二十张 那今天岂不就是赚到一百万 你答对了 不夸张 就是这样一百万 我就直接跟她讲 对一百万 所以如果你找一个人 要来找我的话 你们现在应该多出一栋房子 这就是我回答 答案就是这样 你说对了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有越来越多市场上的资金 他们是要真正有实力的老师 我也欢迎所有今天 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你可以倒回去看我们金钱 到过去五天甚至十天的节目 你可以看看今天涨停这些股票 是不是我预告的 是不是我蔡正华预告的 然后我们再来谈 你会不会是下一个 大安区门牌的主人 好不好 好那昨天我们来跟各位提到 龙魂上升 接下来就是比价 果然我们来看到敦泰 敦泰我们在这边做两段 IC设计目前的主流 这边一段这边再一段 那今天再创新高 我们来看到第二段 也从150已经拉到195 准备挑战200块 如果今天换做 同样的这位小姐的问法 你也来问我 那一张是不是多5万 对不对 那一张多5万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算一下 一张多5万 20张也是100万 只不过这是花几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那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所以IC设计这边当主流 我们就已经不用再讲了 那这边现在大家只缺一个问题 就像是我们这位小姐 她问的问题一样 她说 老师我现在相信你了 但是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在股票涨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拿3000万追下去 甚至于有些朋友 他手上只有200万 他会心里会担心 如果你拉回来三分之一 我岂不是血本无归 所以我会给你什么 新的股票 当龙魂升空的时候 它会带动裙带效应 这叫做赚钱效应的扩散 我会在上个礼拜带各位买升科 上个礼拜一进场 尾盘拉涨停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四根涨停 到今天为止来到45块 35块到45块 一张叫做1万5 问题是它是低价股 这个有序的问题就来了 请问你低价股1000万 可以买三几块的股票 几张呢 答案是300张 所以更多 你一张虽然是1万5 但是你是300张 所以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早两个礼拜来找我 你们家车户又多两台宾室 真的不夸张 一张一万五三百张 你算一下 告诉你好了 450万 450万的话 E-Class大概可以买 E-Cube那一台 你如果要买四门的 大概买E-400吧 那看你选配怎么选 对吧 来找我 你的命运就此展开 我们今天讲的都不是 什么啰哩巴说 我觉得废话就不要再做了 四月份你要怎么赚钱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们现在 IC设计讲到一半 我要强调的不是在于 我们的绩效而已 要讲绩效 全天下会讲绩效 可能太多了 每个人都告诉你说 我这股票好厉害 我经济科好厉害 我点序好厉害 对不对 我蹲泰好厉害 我的森科好厉害 没关系 就大家继续讲 我的重点是 你在每个阶段来找我 都来得及 我觉得这才叫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珍贵 机会最珍贵 如今你终于认同了 我们讲经济科的逻辑 终于认同了X86的架构 但是你没有办法 做时光机回去 当时的200块对吧 可是你来找我 我会给你新的股票 小经济科 能够拉得出这种逻辑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鸿康我们在上礼拜五 同样也来跟各位做预告 今天继续涨 我来看看鸿康今天涨到哪里 我字卡不一个一个印 今天供200块194 我也先在这里恭喜 所有跟我们一起奋斗的朋友 有做到的恭喜你 这是你的第一桶金 好 我们再来看 这是安国 慢慢的爬向新高 所以IC设计还是当原主流 昨天来跟各位预告忘久 你如果前面的都没有做到 还有低价的可以做 果然今天涨停板 所以我告诉各位 来得及 这绝对来得及 这如果不是礼拜三的自考 我随便你 你知道吗 为什么从第一档起涨的第一根 比我们在这个地方 各公送的我们以前会员 到底赚到多少钱 还要来得重要 你的旧会员赚到多少钱 其实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的旧会员赚到多少钱 更不会关到你的事 你看着头顾老师的旧会员赚多少钱 其实与你到底有何干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拿你旧会员赚多少东西 给我看干嘛 我要的是 蔡老师你给我机会 我要的这个机会叫做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刚起涨的股票 你如果这样子来问我 我就直接回答你 我可以 对不对 我给你刚起涨的股票 所以第一次实战标股班 我们是个标股实战班 第一波旗开得胜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有听到太多电话来跟我反应 老师这些股票的价格太高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一个新的企划 叫做国民标股班 人人都做得到的股票 人人都买得起的股票 就从过完价开始 好 2021年是你开始发迹的元年 今年你有机会把身上200万 翻到400万 再翻到800万 那么这是你的元年 台股60年来最伟大的一年 每个月多的标股难以想象 好 这是红康 今天涨上去 我们就不要再歌功诵得了 这连结 中继整理以后 今天有挑战一个新高 请注意一下 汽车的適用概念 加上IC设计是目前的主流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拜登他的基建 除了大家想象的道路桥梁之外 他加上了一个电动车的充电站 这在过去的基建不曾看到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 鸿海集团家族当中 所谓的MH大联盟 真正涨最多的是什么 是我们AES 对不对 当时你450块 这边来做一个进驻的 到650块 一张足足10万 再讲一次 20张赚多少 200万 就这么5天 所以你说今年行情有多好 超级好赚 而这些股票 是不是我在起涨的时候预告的 欢迎你回头去看 廉价有4天 你就尽量把我的节目 倒着看 正着看 左着看 慢动作 到处播放 播完了以后 你如果真的转下一档 想赚下一档的 你电话播来 你在Lite里面跟我私讯 我股票给你 对不对 我逻辑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政达 来 今天果然再创新高 对吧 那么礼拜跟各位讲过 我们说用60分钟级别 当中去抓了一个发动点 今天果然一架锁到最后 超帅的 所以 今年很多人 没有抓到 红海的标股 对不对 事实上 红海的标股 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不是所有家族当中的 每一支股票都动 它每一个季度 会有两支重点 对不对 你从十年前开始 就是这个 大概就这个概念 每一次 大概有两三家重点 好 市场神秘资金 我昨天说 在布局4月的新股票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今天果然飞红的 充电装置在供新高 我们说过了 这叫做脚不点地 然后我们来看到 今天增加一档股票 早盘抓到起涨点之后 顺利攻上涨停 我这边也恭喜各位 另外有一股力量 正在布局 2021年的新人王 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 先跟各位讲 就是说除了这一轮 我们续抢的股票之外 今天也掌握了新股票 那也顺利的攻上涨停 我希望各位 跟上这一步的脚步 2021年真的是太多标股 第一季就已经这么多 第二季会更多 接下来会有新人王 会有季报王 那么我今天也再讲一次 就是说 因应很多的观众 跟我讲一件事情 说老师你这些股票 虽然很标 但是有一些是三四百块的 我的心脏 跟我的资金实在哪里承受 有没有三四十块的标股 当然有 否则我们的先进光 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天 会提出一个全新的计划 叫做什么呢 继上一波 实战标股班 大获全胜之后 全新的国民标股班 专门帮所有的投资人 找到标股的机会 我们等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再来跟各位继续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懂得聪明雪车 缴纳排道税 我也有一套 现在只要手机下载行动支付APP 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可以轻松完成缴纳 当然 其他移化方式也可以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任你挑选 开顺 多元管道挑Smart 轻松缴纳 动起来 苹果氧化就会 那衣服氧化就会 臭掉 皮脂氧化会发臭 终结臭味 要抗菌更要抗氧化 全新日本Ariel 不只抗菌 更首创抗氧化科技 防止皮脂氧化 抗菌更抗氧化 才是真干净 日本Ariel 全新上市 冬月拉库英西围桥 登南双头山 蓝色眼泪现三叉 水路成群永家鸣 一生必访梦幻 撒菌和撒菌 英才文教基金会 MIT台湾志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贵买业绩发表会 下个礼拜三连发 这重点在于什么地方 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OTC 事实上政府在这一次 对于股市 其实是 你可以看到 是相当正面的 尤其政策 政策上相当正面的 那么OTC过去 在发表这个业绩发表会的时候 都有几个特色 因为你被邀请的公司 除了它本身之外 它其实有的时候会带动到 该族群当中的其他股票 这个过去我们的经验都知道 重点不单单是被邀请的公司而已 还有什么呢 还有真正厉害的在后面 那么这些都在未来的 LINE 我们当中都会跟各位来做分享 我们举个例子 为什么要 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的LINE 扫进去以后 我们每天都会有 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举例 你讲生计股的话 我就大概举个例 这3月17号的时候 有没有 3月17号 我们盘中的LINE 在讲台康生 台康生 当天在下跌 因为有某专家 国内某专家在讲说 我们台湾的疫苗 可能国外不会用 但我们说 台康生的本身 本来就 除了这个疫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也就是它新药的研发项目 好 那这个就是在 6589台康生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3月17号在这边 没错吧 就17号嘛 那有人说 老师为什么你能够 掌握到这种发动点 对不对 事实上当天 在我们的群友当中 你拿到这种东西 基本上是免费的 很多人在这边 买了8张10张的 大有人在 什么时候才来找我 你知道吗 这一天才来找我 然后说 老师 要不要卖 那我就问他 像我们有好几个朋友 小小小小 都是一些 我们一些 有的是 也不能说小朋友 大概三十几岁了吧 对我来说 当然是 比较弟弟那一辈 对不对 你说三十几岁 可能出社会 也大概十几二十年 手上的积蓄 大概有80万 100万 200万的都有 那有的买8张 有的买10张 有的只有买2张 对不对 那我当时就讲一句话 我就跟他讲说 小小弟我们这边有人买1000张都没在紧张 他那个嘴巴张得跟什么一样 我说1000张 1000张4来1000张 那怎么样 市场上本来就有人买1000张 从70到25 对不对 5000万能干嘛 5000万大概你现在走到大安区 看仁赖路哪一家 你看得高兴的 大概就定了 也不过就大安区的门牌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那我们在Lite里面 所以股票市场 他太多机会可以发财 这你可以去查 你真的可以去查 真的欢迎你去查 所以你告诉我这Lite价值多少 我告诉你价值 对你来说上亿就是上亿 对你来说没价就没价 看你 关键不是在我看你 关键绝对不是在我 是在你 你想不想赚钱如此而已 要比功利不用比了 谁 你要是能够找到能跟我比的 我去跟他学 这句话我说的 我们继续讲 当时陈世忠说 希望蔡人统 7月带头打疫苗 当然疫苗国内就是高端 对吧 这也是3月24号新闻 有没有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 3月24号印的 这不用啰嗦 结论就是一直喷 所以你一档股票 只要能够赚到三成 假设你200万的资金 只要赚到三成 三档股票赚三成 你就赚到400万 你会翻到一倍 市场上很多人 还不了解我们的梦想 事实上 九八刀说过 我觉得这个导演讲得好 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 才有被实验价值 对不对 大安区的门牌 一瓶150万 你需要三档标股 没错吧 你需要三档吗 有的人说老师不够 我大概要六档 没问题来找我 六档就六档 来 先进光 我们当时就说 大力光来做入股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因为前面三根买不到 讲实在 这一根买得到 有点亮 大概两个买点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跟刚刚台冈生有点类似 再拉四根涨停 恭喜各位 我们续报 没有第二句话了 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在于 我们推出全新的 国营标股班 事实人生都做得到的股票 而再讲一次 全新的 四月开始的 这个部分 第一档就是低价股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这些高价股我没办法做 好 那我们看 接下来几个重点 汉讯这些板卡的股票 为什么涨 因为大家在猜 有人在压宝 比特币在廉价期间 上六万 所以包括你看到像印太 利台在里面 那么这个资金都有在做进铸 请注意一下 这一次的 埃尔伍德全球的区块链基金 他ETF台湾有去做几档股票 相关的内容 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节目 再来我们来看到万润 事实上半导体的 中化设备有涨上来 我的逻辑很简单 今天布局的新股票 当然顺利的攻上一个新高 脱胎换股我想就是今天 不管我们过去 做过多少的绩效 那么如果投资朋友们 没有在这里跟上 当然都没有用 这一次国营标股班 特别针对所有资金的投资人 不管你今天资金多少 国营标股班的股票 是人人都做得到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说的 不会在 就是说在这边 有部分的这个标股 已经上400上500有的人 他可能觉得比较困难 但是国民标股班的股票 是人人都做得到 接下来金利科的接班人 我们看到深科第二 以及贵买中心 所邀请的这些公司 他会在这里影响到 全新的标股 我们在放完价时间 回来第一时间带你进场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